2022年能力新年,对于身在老窝负责中老铁路国外段围保的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职工们来说,显得可外不同。 由于工作需要和疫情影响,他们在老窝度过一国的第一个春节,为继续维护好中老铁路沿线设备默默坚守,给旅客和列车带去安全的保障。 这个春节,驻地的昆明局集团赴老窝围保职工,邀请同样不能回家的地方员工,一起感受中国年俗,品尝中国年味。 刘子周和宋小麦是一对异国师徒,工作中刘子周教宋小麦看到尺,量线路,生活上宋小麦则教刘子周讲老窝语,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老窝的新同事们都非常的好,很真诚,和他们在一起工作非常开心。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想和他们一起过年,把传统的中国年味带给他们。 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中方职工和老方职工一起,将小院装连起年味,也在这中老铁路旁的小院里,找到了家的感觉,找到了亲人的感觉。 今天和大家一起剪双花,贴春联,很有意思,我非常开心。 下午,员工餐厅内,大家帮忙宅菜洗菜,忙碌地做着网饭的准备工作。 另一边,餐厅几名老窝职工和中国职工围在一起,中方职工正在教老窝同事包着饺子。 今天给大家做几道好餐,给老窝同事尝尝我们家家的品味。 我们准备给他们做一道老窝菜,我们叫打麻红或者抽木瓜。 在老窝就带朋友和同事们,客人这些,我们都会准备这道菜。 虽然是过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放松下来,他们还需要按照计划出发, 继续自己设备维护的工作。 随着中老铁路的通车,这条铁路已成为增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运为才刚刚开始,而这样的春节,未来的日子里,还有很多个。 当随着一国的每一轮四季交替,与中老铁路维护,运营,紧紧交织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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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ing Chifi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